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重移的四波表 这款四波表它是带四波器和万用表功能的 它是上一代702S的升级款 升级到703S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方面的升级 打开包装我们可以看到它提供了一个收纳带 主机和一些附件 包括它的探头说明书 以及万用表的表笔都装在收纳带里面 还有一些充电线 这些东西我们先不看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主机 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台机制 一个是702S 一个是703S 最明显的区别 其实一眼都看出来 就是这个屏幕 新款的屏幕更大的 所带来的最直观的 就是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 我们现在来把两台机制开机 开机方法都是一样 长按这个电源键 703S在试波器测量方面 主要是升级了一个测量的带宽 这个703S的测量带宽 增加到了50兆 然后是测量通道 有一通道升级到了两通道 再就是703S在702S技术上 升级了更多一些智能的功能 比如说自动吸屏 自动关机 这样就会使这个703S的 它充一次电的使用的时间更长 有时候在我们忘记关机的情况下 它会自动给我们关机 再就是703S 还增加了一个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老款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功能我们在检修一些 信号放大或者信号传输电路 它是非常有作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在介绍的时候 没有任何操作 它就吸屏了 这个功能它就能增加它的续航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它信号发生器 它能输出一些什么样的波形 我们按一下这个菜单键 按左右键 选择到这个扩展应用 进去之后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信号输出 进入之后 我们看有正旋波 方波 三角波 半波 全波 锯齿波 有这些波形的一个输出 然后下面可以调频率和战空比 这是它一个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模式键 可以返回到示波器的功能 切换到示波器功能之后 我简单的接了一个方波信号 给大家看一下 屏幕上选择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测量参数 我们也可以根据下面的光标来进行调整 调整到自己所需要的 然后这里还可以调整自动关机的时间 给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示波器功能 我们按一下这个模式键 可以切换到万元表功能 那么万元表的使用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它这次升级 主要是升级到万元表的测量速度 再一个呢就是升级了这个选择位数 之前的这个702S呢 只支持四个九的选择 这个支持2500选择四位半 这个是四位 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我接了一个24V左右的一个直流电 我们开这个开关 它会同时通电 我们看哪个表的测量速度最快 再来看它测出的这个显示位数有什么区别 开机 我们可以看见啊 这个速度呢会更快一点 而且它后面的小数点后面呢 还有三位 这个呢就只有两位 再看一下 一二三 这边的表是要快一点 那么据说它在电容 电阻 风鸣档 二级管档 等等 其他一些档呢 都对这个速度的进行了一个提升 所以说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 通过我刚才给大家的介绍的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 这个万元表的703比702 提升还是比较多的啊 带宽呢 这个测量速度功能呢 以及这个自动关机这一些啊 等等都有非常多的提升 当然了 不管什么产品 它都会不停的更新换带